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讲文气 这个文呢 是多文的文 文气 这个气的意思就是法气 文每一个人都是法气 那么讲这个文气可以是这样子讲 也就是说 能够听闻佛法的修行的法气 修行的人就叫做文气 那么它分成三种 一个叫做正住法气 一个叫做聚会法气 另外的叫做希求法气 这个正住法气呢 什么叫正住法气 我曾经上个礼拜六就讲过 这个修行有所谓的了意 了意 还有一种叫不了意 另外还有更等而下之的 叫做正 也就是内 那不了意的是属于外 另外呢 等而下之的就是属于魔道 这个正住法气 这个正住法气啊 可以讲就是内的 属于内的 这种行者啊 他一生当中啊 他只追求能够把烦恼断掉 能够解脱 能够明心见心 能够修行成觉悟的佛 这个是属于正住法气 正住法气是很难呢 很难得的 他刚开始修行啊 就有这种正住法气的思想 是很难的 那我们这个 在今天啊 在今天 我收到一封信 这是从马来西亚这个乙保寄过来的一封信 他说有一个这个弟子啊 女弟子 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 他梦见了 那个师尊 那这边抱一个小孩子 这边抱一个小孩子 抱两个小孩子 那这两个小孩子都是光头的 都是光头的 而且还穿喇嘛装 抱两个小孩子 穿喇嘛装的 光头的 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而且看到了 先生也看到 太太本身也梦到 两个人一起梦到 抱两个穿喇嘛装的这小孩子 结果他先生看了 结的这两个小喇嘛都很可爱 都很可爱 都很可爱 一个面孔还比较严 一个面孔比较瘦 看得很清楚 就他看到这个师尊呢 抱着两个小喇嘛 那么在那边笑 笑笑笑笑笑 就给他 隔不久啊 这个 你弟子啊 肚子里面就有生孕 按照他自己所写 是不可能有生孕的 不可能肚子里面会有小孩子 结果去扫描啊 说真的有小孩子 那么他今天他来信了 他就问我 这两个啊 来的这两个 是不是仁波琴 哈哈哈哈 活佛啊 是不是师尊颂啊 佛佛 来 我再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正住法器啊 很难求 很难求 有些小孩子出生啊 很多大法师啊 出生的时候啊 他有这个前世的这个宿命 他转世来的时候啊 他看到啊 佛像他会笑 听到这个佛音啊 他就非常的翻喜 做小孩子的时候啊 一听到念经的声音啊 就拍掌 这个灿然而笑 很高兴的 很多的大法师啊 正住法器 从小他就很特殊 有的五岁啊 他就要出家了 五岁啊 小孩子五岁 他就想出家 结果十几岁 他就出家了 甚至于他写的诗啊 都很清楚 他说春天百花开 这个秋天啊 这个全部凋零 他就写了 他说还有什么呢 最后剩下的就是空 那小孩子写的诗啊 他就能够这样子写 所以他就写的 所以他就懂得 这个来出生的 一般来讲都是正住法器 这是很稀有的 很稀有的 能懂得啊 小的时候一出生 他懂得写佛的 这个很少 这个很少 正住法器是很少的 一般来讲都是要经过啊 这个红尘的大轰大浪以后啊 他才想修行 像这个一出生 他就想写佛 一出生 五岁就要出家了 像悟达国师啊 悟达国师啊 他本身很 很小的时候 他就想出家 那廉慈大师啊 那个和尚来转世的 他本来他就是和尚来转世的 那个沈淑洪啊 沈淑洪啊 廉慈大师啊 他是这样子的 这个沈淫外啊 看到这个 一个穿红衣的这个和尚 进到他夫人的房间啊 一进去一看 说baby生出来了 就是在那一刻 所以这一种呢 是属于啊 正住法器 你们回去的时候啊 问一下你妈妈 哈哈哈哈 看看你们的来历啊 是不是说 你母亲啊 有特殊的这个 好像是说 这个感应 那么邪佛啊 邪佛修行 正住法器 他们一心向佛 一心都是向佛的 就要求这个 了生托 求明心见心 那么求这个断除 这个沙婆世界的这个烦恼 轮回 这一种的少了 所以这个法器当中啊 所以这个法器当中啊 以这一种 应该讲起来是最高 就是正住法器 文气当中啊 文气当中啊 这个第一种的 第一种很特殊的这个法器 是正住法器 就是一心向佛 没有其他的千禅 没有千禅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能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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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能备用